这时会到国外的观点就是游泳馆 距离很远 我们现在会在 幼游馆给大家转播跳水比赛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监视剧啊 看到比赛的画面 向大家做一些介绍 和洞马斯 洞马斯也是美国队的一员老将 他们都参加了 之前在情务方面呢 就要差了许多入水之间都很一样 对 这样裁判就要再扣分了 我们的两员小巷是第一次参加的大赛 像彭博今年只有19岁 他是来自解放军的选手 他的教练是刘恒林 是中国男子跳盘 这两年出现了一位比较突出的金球 王克南河北选手21岁 他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 今天是第九届世界游泳锦标赛 跳水项目的第一天的比赛 在今天会产生两枚金牌 分别是男子三米板双人 以及女子跳台双人 这是一队美国选手 这几套从不够开始就差得很远 虽然两个人完成都比较质量还可以 但是估计可能裁判不会给出很高的分 7、8、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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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6.5 同步分 最高给出了7分 7分 还有一个6.5 美国选手 他们跳的是405B 难度3.0 三天的比赛 三天的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